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立刻关上了门 刚刚叶小萌在明镖的面前毫无防备的伸懒腰 不小心地露出了可爱的小肚脐 还有呢上面两个明显的凸起 这小女子居然没有穿哪衣 自从上次的暴走事件之后 似乎叶小萌那从初中开始就没有发育过的萝莉身材 开始慢慢地苏醒了 之前的叶小萌 你给她剪短发穿上男装 那绝对是一个清秀的少年 最多就是那种比较伟娘的那种 不过现在个子长高了一点 而且似乎胸部也慢慢地开始发育了 有可能是因为腰血觉醒的缘故 所以身体也开始慢慢地变得成熟起来了 只是小萌着妮子 自己似乎还是没有长大的觉悟 不穿内衣就这么真空地穿着睡衣 在明耀的面前晃来晃去 也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弄得明耀很是尴尬 令明耀尴尬的倒不是小萌的这种 无防备的作态 而是明耀自己看到这一切 脑子里面经常会跳出一些比较邪恶的念头 睡觉睡觉 明耀摇摇头 想要将那些邪恶的念头 从脑海里面抛出去 小萌能够在明耀的面前 这么没有防备心 明耀觉得 小萌是将自己当作了父亲 或者是哥哥之类的最亲近的人 作为一个心理和生理都正常 却一直压抑着的成年男性 有欲望是正常的 可是明耀觉得自己的这种欲望 不应该出现在小萌的身上 这事若是放在Ada或者是徐敏身上 明耀倒是觉得自己的这种反应没问题 起码证明了他的身体某些器官 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可是这事若是放在小萌的身上 明耀觉得自己有点像是那个 有条古龙宠物的胖子一样 实在是太卑鄙 太无耻了 只是越是想要尽快地忘掉这件事情 便越会从脑子里面不断地跳出来 刚刚那一闪而过的白嫩的肌肤 充满活力的小蛮腰 还有那两点让人浮想连偏的突起 总是一遍一遍又一遍地 从明耀的眼前像是卡迭的VCD一样 反复来回的播放 啊 可恶 明耀用力地将枕头蒙在了自己的头上 嗯 看来没有什么反应啊 叶小萌看着明耀飞快地跑进了自己的房间 表情有些失望 她从睡衣的大口袋里面掏出了一本小册子 开始翻弄起来 我看看 A大姐告诉我的征服男人的秘诀里还有什么 不经意之间让她看到你的乳 哦 哎 不好吧 这条对我来说难度太大了 嗯 露着光滑白嫩的小腿 在她面前晃来晃去 哎 嗯 这个不错 下次就用这一招好了 明耀在床上躺了好一会儿 还是睡不着 刚刚的那种视觉刺激对于一个睡眠不足的男人是致命的 他突然想起应该给严重打一个电话 向他说一下陈妍的死亡原因 当然 是官方书面上的那一种 还有 再向他详细的了解一下那个叫做送心的男人的情况 只是明耀拨打了严重的手机号码 电话里面却传来了无法接通的电子音 明耀这才想起来 在警局的时候 严重因为情绪激动将手机给摔烂了 而明耀又没有其他的严重的联系方式 说了 等到晚上再说吧 明耀无奈地将手机扔到了一边 严重带着一脑袋的疑问 来到了和送心约好的见面地点 这是一个喜遇中心 而且是不算高档的那种 顶多算是一个澡堂子而已 严重平时是不会来这种地方的 他嫌这种地方太乱 里面的人龙蛇混杂 太吵闹 他也不明白 为什么送心会选择这么一个地方 来和他见面 这里根本就不像是 可以好好说话谈事情的地方 下了车 严重想给送心打个电话 一摸口袋 手机不在 这才想起在警局的时候 手机已经摔烂 扔掉了 他四处看了看 不远处的角落里 站着一个男人 穿着厚厚的大衣 戴着一顶黑色的毛线帽子 脸上的墨镜和口罩 将整个脸都遮住了 根本就看不出样貌 基本上 这副打扮只会让你想起那种 光着屁股 走到女生面前 飞快地掀开大衣 然后跑掉的露音痞患者 很让严重意外的是 这个露音痞患者看到严重 便飞快地向他走了过来 难道 这不单单是个露音痞患者 还是一个有着同性恋倾向的 变态露音痞 严重不禁打了一个喊着 做好了 这个家伙只要一仙大一 就给他脸上狠狠地来上一拳的准备 是我 变态露音痞患者走到严重的面前 戒备地看了看四周 跟我进来再说 外面太危险 严重愣了一下 跟着这个变态露音痞男 走进了喜悦中心 虽然戴着口罩 说话的语调有些沉闷 但是严重还是听出了 那是宋欣的声音 交钱 领牌子 脱衣服 宋欣一句话也不说 严重几次想要开口 但是都被宋欣给制止了 两个人将脱下来的衣服 都放到了一个储物箱里面 穿上了浴袍 走进了淋浴间 直到两个人泡在了大大的浴池里 宋欣才长长地抽了一口气 放松了下来 好了 这里应该安全了 我知道你有很多疑问 一个一个来吧 宋欣将毛巾沾湿了 蒙在脸上 严重是一肚子的疑问 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开口了 宋欣的表现有些奇怪 虽然严重很清楚 宋欣还是那个宋欣 但是严重感觉 他身上似乎有些东西 和以前不同了 气势 对 就是那种气势 在以往的时候 不管是什么时候 宋欣总是怯怯若若的 一副受气包的样子 就算是他们两个 已经是很熟的朋友在一起 宋欣也总是听得多 说得少 掌握主动的是严重 可是这次见面 严重感觉自己 一直在被宋欣牵着鼻子走 而且刚刚在淋浴的时候 宋欣拼命的在自己的身上 搓来搓去 搓下来的灰 足足有一寸长 就好像是好长时间 都没有洗澡了一样 那搓下来的泥灰 若是宋欣是 降龙罗汉的转世的话 那么H1N1流感的疫苗 就不用再生产了 把那些灰对着水 全国人民分一分 应该还有富裕的 可以支援一下非洲人民 宋欣的脖子上 带着一个浴缚 看上去不是很高级的那种 就像是在地摊上 十块钱一个的假货 可是宋欣在洗澡的时候 也没有把它摘下来 陈妍死了 就在昨天晚上 心脏病 严重想起在停尸间看到的陈妍那冷冰冰的尸体 感觉胸中有团火 要发泄出来 宋欣那副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样子 让他很火大 他用一只手掐住了宋欣的脖子 你昨天去哪儿了 知道吗 若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在家 怎么会死 你这个混蛋 他是你的未婚妻 你为什么不照顾好他 光手 这样很痛 宋欣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 他用眼睛冷冷的盯着严重 似乎被掐住脖子的人是严重 而不是他 严重被宋欣的眼神给吓住了 他不明白 一直很弱势的宋欣 怎么会用这种眼神看着他 手也不自觉地松开了 沉眼的死 我知道了 宋欣低着头 用手轻轻地往身上泼着水 我尽力了 可惜他逃不过 你昨天到底去哪儿了 严重被宋欣说得更加糊涂了 他觉得 若是昨天晚上宋欣和陈妍待在一起 那么陈妍发病的时候 宋欣可以打电话叫救护车 那么陈妍或许就不会死了 你很想我昨天在家吗 宋欣抬起头 冷冷地看着陈妍 那么今天 你看到的就不是陈妍的一具尸体 而是我和他两个人的尸体 而你 也许是在今天 也许是在明天的晚上 便会和我们两个人的尸体 躺在一起 严重被宋欣的这番话给说愣了 只能张着嘴巴 塞在那里 你真的以为 陈妍是心脏病突发死的吗 宋欣看着严重叹了一口气 那只是警察的说法而已 他们是没有办法知道陈妍的死因的 这到底是 陈妍自己就是护士 难道他自己不知道自己的身体情况吗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这么多年的朋友 他有没有心脏病 难道你会不知道吗 宋欣说了一句让严重目瞪口呆的话 杀死陈妍的 不是心脏病 是鬼 鬼 对 是鬼 一个女鬼 宋欣点了点头 他不光要陈妍的命 他还要我的命 宋欣伸出一个手指头指着严重 还有你的 本来我以为那个女鬼要的只是我的命而已 我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陈妍 可是没有想到 那个鬼不仅仅要杀了我 还要杀了陈妍 还有你 宋欣低着头 用手拍打着水面 仿佛是在说着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一样 我有半个月不在家了 躲在一个地方 我的本意是将那个鬼引开 不要伤害到陈妍 可是 没想到 还是躲不掉 鬼 女鬼 严重咽了一口痛 难道说 是那个穿着旗袍的可怕女鬼 对 就是那个女鬼 宋欣点了点头 看来 你已经见过她了 那么你应该相信我的话 不会把我当成是疯子了 那个女鬼 我的确是见过 想起那几个晚上 严重 严重还是心有余悸 她的确是想要杀了我的 只是没有成功罢了 严重抬起头来 看着送心 你的意思是说 杀死陈妍的 是那个女鬼 只是我不明白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女鬼 为什么那个女鬼会找上我 严重仔细地想了想 确定自己和那个女鬼 应该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本来我也很意外 送心叹了一口气 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 做人一向是小心翼翼的 不会得罪人 那么鬼这种 这么不靠谱的东西 自然也不应该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怎么会 记得当年 我们在大三时候的那次远足吗 送心抬起头来 看着严重 记得呀 那次和我们戏里面 好多人一起去的 在那个岛上玩得很开心呀 怎么了 说到这里 严重的脸色变了变 你的意思是说 那个女鬼是 送心点了点头 记得吗 最后的那个晚上 有人提出 要玩什么试胆量的游戏 我和你 还有陈炎一座 当时 我们曾经路过一个阴森森的坟地 四处都是鬼火 把陈炎吓得哭了 你看见陈炎被吓哭了 气不过 便朝着那个坟地里面 扔了好几个砖头 不会吧 严重皱着眉头 想了想 我只是扔了几块砖头 把那些个鬼火打散而已 书上不是说了吗 那些鬼火 不过就是 人死后的骨头里面的磷和水 或者是碱发生了化学反应 所产生的 可以自然的零化氢而已啊 那么书上有没有说过 会有女鬼半夜来你家找你麻烦 宋心白了严重一言 你都亲眼见到了那个女鬼了 还相信书上说的那一套东西吗 可是当时扔砖头的是我呀 那么那个女鬼来找人算账 也应该是来找我呀 她为什么要去找陈炎 严重想了想 这宋心说的也对 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 都可以用科学来解释的 陈炎在坟地里哭 惊扰了那个鬼 本来没有什么的 最多就是大病一场 可是你气不过 往坟地里面扔砖头 后来我也跟着扔了几块 那个鬼认为我们对他不敬 所以要报复我们 这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宋心叹了一口气 这样说道 对了 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 严重很好奇 我问他 问那个鬼 宋心毫不在意地回答道 这个答案 不禁让严重大吃一惊 他没有想到 宋心这个平常见到人 都不敢大声说话的家伙 居然能够见到鬼 而且那个鬼还要杀他的时候 可以这么冷静地 问出那个鬼 为什么要杀自己 严重也曾经和那个女鬼 面对面的好几个晚上 他自问就没有这么大的勇气 那个时候光顾着害怕去了 哪还有什么心思去问这种问题呀 那个女鬼最开始是来找陈妍报复的 宋心漫不经心地拍打着水面 只不过陈妍没有发现 我在无意之间看到了 那天晚上很晚了 睡得迷迷蒙蒙的我被冻醒了 而陈妍因为连续加班 身体很累 睡得很死 我本来以为是天气突然降温了 所以想起来打开空调 可是 当我睁开眼睛的时候 直接就被吓呆了 一个穿着大红旗袍的女人 脸色苍白地 站在床头看着我 那张脸 离着我的脸 也就是几公分的距离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就炸了 第一反应就是大声地呼救 可是 无论我用多大的力气 就是喊不出声来 那个女鬼就这样死死地盯着我 还不时地看一看躺在一边 睡得正香的沉沿 我反应过来 一定是遇到了鬼了 这么恐怖的一张脸 我想象不出会是人 我在心里默念着 我能够想得到的一切咒语 道魂 薄精之类的 可是 都没有用 那个女鬼就站在床头 死死地盯着我看 我就和那个女鬼这样大眼瞪小眼 过了好长时间 那个女鬼突然冲着我笑了笑 伸出一个指头 指了指陈妍对我说 先是杀了这个女孩 然后再杀了另一个男的 最后就轮到你了 说完 变化成了一片清光 消失不见了 我浑身都被冷汗给湿透了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一觉醒来 会在床边站着一个女鬼 而且 她还说要杀了我 我用力地掐了自己一下 很痛 确定 不是在做梦 我将睡得正熟的沉沿摇醒 把刚刚我见到鬼的事情 跟她说了 她根本就不相信我 还以为我是在做梦 嘟囔了两句 就又睡了过去 我送心自问 做人没有做过什么坏事 也没有得罪过谁 就连上学的时候 考试作弊都没有做过 人家都说 平生不走黑心事 夜半不怕鬼敲门 我开始觉得 那个女鬼一定是搞错了人了 错把我们两个当成了别人 所以 我觉得这件事情 应该要和她说清楚 既然那个女鬼说要杀了我们两个 那么我觉得那个女鬼一定还会再来的 我也不敢睡觉了 就这么一直坐到天亮 那个女鬼没有再出现 沉沿一大早看见我坐在那里 还以为我早上早早地醒了 因为天冷不想起床 还笑了我一顿 她哪里知道 我是怕那个女鬼再来 在睡梦中糊里糊涂地被鬼杀了都不知道 第二天的晚上 陈妍一要加班 不在家 只有我一个人 我晚上也不敢睡觉 便坐着 等着那个女鬼出现 可然不出我所料 等到下半夜 那个女鬼又出现了 就那么凭空地出现在我的卧室里 带着一股 无法抵抗的寒意 一阵清光闪过 她就出现在了我的床边上 死死地盯着我 我浑身直打哆嗦 也不知道 是吓她 还是动她 反正就是止不住地颤抖 也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阵子 我努力地将情绪平复下来 和恐惧感比起来 还是保住小命要紧 我就把那些话 和那个女鬼说了 我问她是不是找错了人 我们从来都没有得罪过她之类的 请她不要再来了 我会给她烧一些元宝蜡烛之类的 我话刚说完 那个女鬼就哈哈大笑了去 笑得那就一个苦 整个鲜红的大嘴 都要咧到耳朵根了 我甚至能够看到 她脸上撕裂的鲜红的肌肉 她笑了好一阵子 突然停下了笑声 恶狠狠地看着我对我说道 你忘了三年前在岛上 你们三个是怎么对我的了吗 说完 就消失不见了 我开始根本不明白 她说的到底是什么 还想解释 她却不见了 我突然想到三年前 我们三个在大三的时候 曾经和很多人去过那个岛上野营 你 我和陈妍 曾经做过的那件事情 才恍然大悟 那个女鬼说的还有一个男人 就是你 等等 我不太明白 严重打断了宋欣的话 事情都过去了这么久了 为什么那个女鬼现在才来报复 再说了 我们也没有怎么样 不就是打扰到她了 不至于要我们死得这么严重吧 还有 她是怎么找到我们的 这个我怎么知道 你去问那个鬼啊 宋欣先是被严重问得一愣 之后气急败坏地回答道 不是说鬼魂这种东西 会因为挖地盖房子之类的苏形吗 最近正在挖海底隧道 可能和这个有关系也说不定了 严重想了想 宋欣说的也有道理 电视上的确是曾经演过这种桥段 破土洞工 惊扰了在地下长眠的鬼魂 然后出来杀人 至于怎么找到他们三个的 那就只有鬼知道了 既然是鬼 那么自然应该是有点超出 正常人的思考范围能力了吧 找几个人的下落 还不是守到前来的事 那么你竟然知道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和陈妍 严重继续问道 你早一点告诉我们 我也可以做一些准备 而陈妍说不定也就不会 你要是没有遇到那个女鬼 你会相信我的话吗 宋欣狠狠地瞪了严重一眼 似乎对于严重有这么多的问题 很是不满 你一定会和陈妍一样 笑我做噩梦 或者是说我发疯了 严重想了想 宋欣说的也是 若是他没有真的看到那个女鬼的话 一定会笑宋欣是个疯子 建议他去看一看心理医生的 毕竟鬼这种东西 可不是人人都能碰得到的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 对于鬼的概念 严重还停留在电影电视上 那种靠着化妆技术 人工制作出来的层面上 那么你之后 我想这件事情大概和谁说 也不会相信我的 宋欣叹了一口气 那么既然这样 我只好靠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 来想办法拯救陈妍和你 还有我自己的三个人的性命 我本来是想拉着陈妍 一起来找一个地方躲一躲的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两个就算是躲到酒店里面 那个女鬼还是能够准确地找到我们 每天晚上 每天晚上的下半夜 那个女鬼都会出现在 在我们两个人的面前 无论我们是躲在哪里 当然 这件事 陈妍是不知道的 她睡得很香 而我 每天晚上都不敢睡觉 我很怕我一旦睡着了 那个女鬼便会一下子 把我们两个给杀了 后来我发现 那个女鬼似乎是没有急着要杀我们的意思 她每天晚上都出现 只是不停地骚扰 恐吓 吓唬我 却没有要动手的意思 我便动了心思 既然那个女鬼现在似乎还不想动手 我不如趁着这个机会 看看能不能找到可以逃出升天的办法 比如说 找到什么世外高人 会收鬼的道士和和尚之类的 所以你就一声不吭地走了 留下陈妍一个人蒙在鼓里 严仲虽然很火大 但是他现在也没有冲送心发火的理由了 毕竟送心失踪是为了找到办法救他们三个人的性命 可惜 你当时要是和我商量一下就好了 毕竟我也是可以帮忙的 你说的那些办法我都试过 那些和尚道士 没有一个能够派得上用场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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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